第十二集 时值盛夏 艳阳高悬 热气真疼 还有似云飞云 似雾飞雾的东西浮在半空 从早上起来 就感到憋气 洪小军顾不上了 这些天忙进忙出 有三件事需要赶快办好 一件是毕业分配 一件是清理学生宿舍的家当 一件事就是和钱茵茵登记结婚 第一件事 她心里有了底 已经知道自己受到照顾 留校工作 在化学系实验室 一向喜欢动手的她对此很满意 第二件事 她觉得很简单 就是把该扔的都扔了 把该留的装进箱子 打成行李 一起拉回家 第三件事 是洪小军觉得最棘手的 也是最着急的 她有一种秉性上的狂热 事情发展到现在 不狂热也不行了 见母亲激烈地反对和反复地闹腾 特别是闹到医院 要求调离前硬的工作 洪小军觉得 必须当机立断 必须先斩后奏 必须把生米煮成熟饭 有人说 爱情没有是非 爱过后没有输赢 洪小军的爱情 既有是非 更有输赢 而她就是要论个是非 争个输赢 她要和钱茵茵好好谈谈 这已经不是表明星际 而是要定出结婚时间表 想来想去 决定再去郊外赵家 因为这是他俩相爱的地方 时间依然定在星期六 还是让父亲的司机接送 钱硬爽快地答应了 因为他也有一肚子的话要说 已是村烟缭绕 鸦雀归零 好一副闲适又温暖的 浓舍黄昏情景 到了赵家门口 洪小军掏出一些零钱 塞给司机说 你明天吃过午饭 就来接我们回城 跨进院子 赵氏夫妇就迎了出来 赵大叔说 小军啊 你怎么不事先招呼一声呢 我也好准备些荤菜啊 现在只有番茄炒鸡蛋了 洪小军说 就吃番茄炒鸡蛋 不过 我还从家里拿了几块酱牛肉 够咱们几个吃了 他望望四周问 铁零呢 他没在家吗 哈 他去亲戚家办事 过两天回来 要是你提前通知 他一定在家等你们 赵大婶拉着钱硬的手 抑制不住地欢喜 说 哎哟 钱姑娘越来越漂亮了 我们小军真是有福气啊 连我这个老太太 看着都嫉妒 大婶 可别这么说 勤硬的脸红了 很快就摆了一桌 除了酱牛肉 番茄炒鸡蛋以外 赵大婶还做了炒土豆丝 凉拌黄瓜 主食是现成的馒头 以及绿豆汤 晚饭后 在院子里乘凉闲聊 很静了 凉凉的小风 一鼓一鼓地 跨过院墙吹进来 风带着树林的湿气 带着庄稼成熟的香气 吹进每个人的心里 洪小军不禁叹道 乡下可真好啊 两个年轻人突然到此 赵大叔暗自琢磨 他们这一趟 肯定不是来玩的 索性直接问道 小军啊 你们这次来我这里 是有什么事情要办吗 还是有什么话要说啊 洪小军点点头 还是大叔厉害 我们是有事 说吧 赵大叔说 我们能帮上忙 就一定帮忙 二老接待我俩 就是帮忙了 你们遇到什么问题了 大叔 大婶 我和钱茵茵 是真心相爱 现在我已经毕业了 留校工作 我们准备中秋节结婚 赵大婶搬起手指算起来 好啊 还有两三个月的时间 来得及 你俩的家境都好 也用不着怎么准备 洪小军说 我们遇到的难处 不是物质方面的 阻力来自我的母亲 赵大叔皱起眉 钱姑娘天下难找 你母亲没理由反对呀 唯一的理由 就是钱茵茵的家庭出身 他父亲是国民党军官 因为这个问题 他没能入团 也没能考大学 安心当一名护士 也就是因为成了护士 才让我有缘遇到他 赵大叔爽快地说 嗨 这就跟乡下平农 与地主的界限一样 要搞得非常对立才好 但是只要你们本人态度坚决 我想啊 双方家长再反对 也没有用 洪小军详细地讲述了 母亲阻扰的种种态度和行动 赵大叔听着 心情有些沉重 他觉得洪小军遇到的阻碍 绝不是小二黑结婚里的三仙姑 坐在旁边的赵大婶 见钱阴影伤心的样子 随安慰道 我是平农 是新社会里最好的成分 我认你做闺女 你们的喜事啊 就在我家办 县城的西屋 就是你俩的新房 今晚你们就可以住 大神 干妈 钱阴影热泪盈眶 多美的夏夜 星光在闪烁 远处有蛙鸣 院子里 偶尔有嗡嗡作响的飞虫掠过 四周的一切 很快进入了黑暗 西屋 床上泼着干净的凉席 脚下是夹背 钱阴影从背后抱着洪小军 头搭在他的脖子上 这个姿势保持了很久 洪小军要转身 钱阴影按住他 说 别动 就这样多好 我还没仔细看过你的后背呢 说完 用三根手指沿着脊椎 一点点向下移动 又按又捏 到了尾椎部位 洪小军实在忍不住了 我们第一次的时候就说过 你太能挑逗男人 我受不了了 你以为我受得了你吗 洪小军用命令的口气说 现在 你转过身去 该我仔细看看你的后背了 钱阴影顺从地侧过身 有翘臀 有腰窝 一个小小的后背 似丘陵起伏 如此精致 已然销魂 阴影 我的宝贝 我的美人 洪小军摟她 摸她 亲她 突然 从后面袭击 钱阴影的私处 要求她把臀部翘起来 哎哟 你要死了 钱阴影叫了起来 别叫 向下太近 大叔大婶听得见 钱阴影怨道 你这样弄我 前后都一样好啊 不一样 不一样 钱阴影也随之兴奋起来 洪小军紧贴身后喘着气吻 阴影 告诉我 怎么不一样了 你满意我吗 小军 我身体里的每个细胞 每条血管 每根神经 都感受到你 充满着你 就让我今晚死去吧 男人征服女人 就是征服世界 男人满足女人 等于满足生命 此时 她在钱阴影面前 表现出来的青春的力量 和男人的能力 就是自己生命价值的全部了 之后 他们赤身裸体 交紧而眠 黑夜退去 东方显露一线光亮 忽然 睡觉一向警醒的赵大婶 听见有人在用力叩门 他拍了拍老伴说 哎 好像有人来了 赵大叔说 你听错了吧 哎呀 快起来 莫非洪小军的爹妈 追到这儿来了 赵大叔一咕噜 从床上翻到地上 踏拉着鞋 对赵大婶说 你赶快去叫醒他俩 我去应付洪家人 赵大叔慢条斯理地走到门口 有气无力地问 哎呀 大清早的 找谁呀 赵氏夫妇没有猜错 来者 正是王月珍 自从家庭成为感情的战场 洪大力变得越来越寡言 王月珍则变得越来越倔强 他是从洪大力的司机那里得到情报的 怒不可遏 不为拿贼拿脏 捉奸捉双 而是要出口恶气 说来也怪 自从洪小军有了恋情 他就没有快乐过 儿子晚上不在身边 就觉得生活越出了常轨 儿子与钱英的情人关系 则成为自己的创统 更重要的是 钱英不配 从出身到职业 都不配 头顶有陈兴 窗外有小风 王月珍在奔赴郊外的路上 心情很不好 内心虽然坚定 但有一种找不到归途的悲哀 他甚至觉得 那风似在哀气 内心似在平调 不由自主地合上了眼 恍惚之间 从云端 缓步走来一个衣衫褂褛的影子 枯瘦的大手 遮住面容 冷冷地说 王团长 你不喜欢钱英 别像逼我那样逼他呀 我今天就把人带走 说完把手挪开 那是一张铁青的脸 王月珍认出来了 是唐会计 王月珍下行 原来是幻觉 赵大叔刚取下门栓 王月珍就闯了进来 到了院子急问 小军睡在哪儿 我是他妈 赵大叔朝西边瞥了一眼 王月珍朝西屋走去 正在推门 洪小军穿着裤衩背心出来了 平静地问 妈 你来干什么 哼 我来看看你们的夫妻生活 洪小军把着门说 他还在睡觉呢 王月珍 王月珍双手用力将儿子推开 洪小军跟在身后 提高了嗓门说 音音 我妈来了 进了西屋 只见钱音音 裹着夹背 坐在床檐 脸色煞白 浑身哆嗦 王月珍见状 伸手狠狠 扇了他两个耳光 骂道 国民党小姐 你睡好了吗 接着一把扯下 钱音音裹着的夹背 露出雪白的肩膀 和一双乳房 这是对一个女人 最疯狂的侮辱 钱音音顿时陷入了慌乱 惊魂之下 已是心力焦脆 她用祈求的眼神 盯着洪小军 王月珍 洪小军大吼 心胆剧烈 儿子不叫妈了 不叫妈了 王月珍大害 但她必须克制住自己 必须把早已准备好的话 说出来 钱音音 我马上就会把今天的事 告诉医院领导 以后你就不用上班了 回家安心伺候 国民党中校吧 小军 我也跟你爸说好了 立即送你去参军 上前线打仗 现在越南战士正紧张呢 说完转身出门 扬长而去 侮辱够了 发泄够了 她坐进丈夫的小轿车 眼泪夺眶而出 太多的心酸 太多的风尘 人突然就老了 洪水袭卷后 剩下一片沙力 一切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洪小军纵身跳到床上 双膝跪下 紧紧搂住气不成声的钱音音 反复地说 我对不住你 你打我吧 潜音音竭力修复自己 把蓬乱的头发 拢到脑后说 你快去看大叔大婶 我穿好衣服 也去北屋 我们吃过早饭就回城 太阳射出道道金光 晴朗的天空 没有一丝云彩 赵大婶在准备早饭 赵大叔听完洪小军 讲述刚才发生的一幕 气得直摇头 憋了半天说了一句 小军啊 依我看 阴影过不了你母亲那一关呢 为了她 我宁愿失去母亲 赵大叔瞪了她一眼说 哎呀 你在气头上 别说胡话 潜音音进了北屋 热情地招呼赵大叔 吃早饭的时候 还对赵大婶的烙饼赞不绝口 似乎那场针对自己的风暴 根本就没有发生 苍白的脸 仿佛有一点点忧伤 又像带着一点点微笑 一切都介乎 有与没有之间 这样的神态 让赵大叔难以捉摸 也让洪小军感到恐惧 潜音音把碗筷放下 向赵大婶道谢 接着就问 我们怎么回城呢 赵大叔说 啊 这里有公共汽车 每隔两个小时一趟 从早晨七点开始 有九点 十一点 下午一点 三点 一共有五趟 潜音音说 小军 我们就坐九点那一趟吧 洪小军点头说 好 车站离咱们家不远 走个十来分钟就到了 一会儿我送你们 赵大叔不敢挽留 他感到空气里 有种徘徊不去的沉重和恐怖 潜音音说 大叔不用送 我们自己走 以后我俩会常来的 此言一出 见他们惊恶的表情 潜音音笑着说 大婶不是我的干妈妈 我当然要常来了 小军 你说对不对呀 啊 对 对 吃完饭 倒了谢 上了路 洪小军和潜音音 坚决不要赵大叔送站 赵大叔觉得 他俩一定有许多私房话要讲 自己陪在一边 也是不便 于是 用手指着不远处的一条小河说 你们啊 顺着河沿 走上十几分钟就到了 分手时 对洪小军说 你可要好好照顾前姑娘 是 我对音音是铁了心的 嗯 那就好 蓝天岑寂 白云无星 小河水声低缠 蜿蜒穿梭而去 远处有个人在吆喝他的牛 天气灼热 人站着都要出汗 还好 离车站几步 有一棵老杨树 他俩一到树荫下 等候公共汽车 洪小军拉着钱音音的手 深情地说 换成任何一个姑娘 遇到像我母亲这样的人 都会哭闹 甚至会和我翻脸 音音 你从哪里来的涵养 是仙女下凡吗 钱音音说 长期处在打击之下的生活和心情 一个外人是很难体会的 我有自己的态度 以后会告诉你 洪小军想追问下去 又怕引起伤感 忍住了 钱音音凝望小河流水 觉得这条小河弯曲细长 蜿蜒周折 最后消失在不知道的地方 这很像自己与洪小军的爱情 看得到希望 也看不到希望 正午时分 他俩到了湾宫巷 巷子里空无一人 钱音音说什么 也不让洪小军进家门 我真的累了 说着 紧紧勾住洪小军 吻他 很久 进了家门 钱音音叫了声 爸爸 妈妈 老姑 我回来了 眼泪就流了出来 金燕告诉钱一志和钱一贤夫妇 音音和洪小军的关系 出了问题 在听了钱音音的哭诉之后 三个人都傻掉了 竟然是这样 居然是这样 你要不要躺一下 或者睡一觉 我睡不着 那好 我们坐下说说话 钱以前内心沉痛万分 也恐惧万分 他立即想到了谈会计 觉得女儿和洪小军的恋爱关系 如果继续保持和发展下去 其后果 很可能要出大问题 于是窃窃地问 小军这样的好 他的母亲又是如此之差 音音啊 你准备怎么办呢 钱音音神色悲戚 说 像我这样的出身 许多事是无法抗拒的 但是我可以走另外一条路 活下去 我想好了 主意也定了 爸 我不会和洪小军结婚 因为我嫁到洪家 他母亲不是把我逼死 就是逼疯 我会和小军永远相爱 不仅相爱 我还要生个孩子 以后 我单独带着孩子过 至于工作 我准备到咱们家 接到医院工作 而且离家更近 更有机会照顾你们 三个长者听了 一时不知该说什么为好 钱一致像是自语 道 恋爱是一场劳逸 未必能收获婚姻 而婚姻也不一定是最好的结果 钱一致问 老姑 你说什么才是最好的结果 男女彼此深深相爱 永远相爱 就是最好 其他的 都是锦上添花 钱一致也泪汪汪地说 老姑说的是 但我还是放不下 舍不得 执虑的话 令钱一致非常难过 不禁叹道 黄土可以掩埋死者 但是吞没不了情人的脚印 老姑 我懂得珍惜 莹莹啊 我还要告诉你 人生还有许多值得珍惜 没有什么是唯一的 不 她是我的唯一 钱一贤呆坐在那里 过去的几十年 像水一样地流走 像云一样地飘走 留下的是废墟 自己也是废墟 数日后 洪小军收到钱一印的一封信 是寄到化学系实验室的 信里这样写道 小军 生生世世 绵绵无尽 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 但我和洪家的拔河 到了终点 你就是那根双方争抢的绳子 一切都无需解释 也无需和解 我甚至不埋怨你母亲 因为这不是她的个人问题 她背后的力量太强大了 这个力量占据着制高点 所有的东西 包括我的生命在内 都渺小无力 从都初中入团悲剧 那个时候开始 我内心的恐惧 就远远超过了 对社会的愤怒 为挣得一点点所谓的幸福 而弄得遍体鳞伤 我在医院目睹了许多死亡 神到了最后的时刻 所有的人都一样 想到这里 又平静下来 如今 我的生命已经被简化到 只想活着 对这个尘世 也已简单到一无所求 其实 并非一无所求 我要求你的爱 需要你的爱 让我们继续相爱 继续优惠 让你从我的身体里进去 让我们的孩子 从里面出来 以后 我就和孩子过 我和孩子单独过 小军 我郑重告诉你 我不能和你结婚 因为进了洪家门 我会被逼死 逼病 逼疯 当然 我也不会和别的男人 恋爱结婚 因为我是你的女人 就这样了 一辈子 就算我和我的家人 是阳光下的灰尘 也不可以踩了又踩 什么时候上帝能宽恕我们 给社会带来慈悲 也许就是每个家庭团圆的日子 这就是我的立场和态度 我们有路可走吗 如果有 请告诉我 这条路在哪里 又通向何方 也许 爱情就是沦陷 谁也不能救谁 也无法自救 一个幸福致死 又绝望致死的女人 一旦爱入骨髓 就能在普通的言语里 发现生死的意义 洪小军无数次地读着 觉得信上的每个字 都滴着钱阴阴绝望的泪 他的胸口好像被人撕裂 热血喷涌而出 当初钱阴阴看他的那封求爱信 是何等的静好 手手相握 心心相通 以为到了海上蓬来 谁知没到一年 便是凄厉的诀别 洪小军不容许 眼睁睁看着自己 心爱女人的青春 于瞬间从绽放到哭死 他有一种渴望鲜血的欲望 一阵阵痙痉挤 掠过全身 已经到了失重的状态 莫非爱情 真的要把人折磨到死吗 傍晚 洪小军和王月珍坐在客厅 自从赵家桌间的事情发生后 母子就再也没有坐在一起了 洪小军在学校吃过晚饭 要逗留到很久才回家 回来也是直奔寝室 把门插上 西阳变得很红很红 分外美丽 西阳是短暂的 她在天边一点点沉落下去 西阳大概知道 自己大限在即 她最后抛给人们的光芒 也最刺目 王月珍有些高兴 以为分回路转了 洪小军先开口 还是结婚的事 我要和钱茵茵 尽快办理结婚手续 是不是你把她的肚子搞大了 王月珍直接问道 洪小军的手掌猛击茶几 指尖有血滴流出 说 王月珍 我告诉你 我们就是想把肚子搞大 你能怎么样 这是悬崖绝壁前的摊牌 爱受到极端打击的时候 人就学着去恨 而谁能没有恨呢 母亲说 洪小军 我也告诉你 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和阶级斗争没什么两样 除非我死了 他别想进洪家门 也别想用生个孩子来拿捏我 那叫私生子 我不承认 王月珍说这话的时候 或许不知道 对于一个具有正常倾向的男人来说 最大的伤害 莫过于伤害他的婚姻 从前 洪小军爱母亲 以整个的身心 现在 洪小军恨母亲 以全部的生命 人被逼到死角 只有进宫了 让一个人消失 另一个人 才能重生 恰逢中秋 洪大力要在这个时候出差数日 走的那天 儿子特意请假 送父亲上火车 洪大力很有些纳闷 小军从来没这样过 也许是为了婚事 争取自己的同情和支持吧 其实 洪大力是有同情心的 但是在强调阶级路线的当下 两家的差异实在是太大了 几乎是对立的 所以他也不大赞成 一有冲突 他便采取了沉默 洪大力哪里知道 儿子送行 不是为了争取同情 而是和父亲诀别 出差的最后一天了 中午 洪大力和下属 在招待所用餐完毕 正待起身 忽然 省公安厅的一个处长 带着一个科员和一名护士 来到跟前 用最低沉的声音 告诉一个最沉痛的消息 洪厅长 昨天晚上 你的儿子洪小军 用自己做的炸药 把你的妻子王月珍同志炸伤 紧急送到医院 抢救无效 今天早晨去世了 洪小军已经投案自首 关押在省公安厅看守所 他的女友钱茵茵 也被拘留了 爱情可以让人上天堂 爱情也可以让人下地狱 不幸的是 他们得到的是后者 洪大力返回省城 他没有回家 而是直接住进了医院 在病房 见到邱文道 两人紧紧握手 默默流泪 案情简单 而判决一拖再拖 原因有二 一是洪大力对公安厅厅长说 我希望洪小军牺牲在战场 而不是刑场 我们不是正在出兵援助越南吗 他的话不得不考虑 第二 洪小军说 弑母是自己干的 没人知道 钱茵茵则一口咬定 自己是知道的 没有制止 一年后 洪大力心力衰竭而亡 死后 立即结案 洪小军 判处死刑 执行前问他 你有什么话说 洪小军回答道 告诉茵茵 我唯一的遗憾 是没让他怀上孩子 钱茵茵被判处 有期徒刑十年 生活可以忍受 生活还可以随时结束 之后是汹涌而来的岁月 文革爆发 史无前例 红卫兵造反派 把钱家从人间彻底铲除 从三条人命 到钱家宅院 钱以贤夫妇毕命街头 死得最惨的是激烈反抗的钱以制 一口牙被钳子生生拔掉 那个一直替父亲翻案的 张宇和 以现行反革命罪逮捕 这样 才有了故事开头 二人相遇 黎树平 狱中 张宇和和钱茵茵 有时收到包裹 里面无非是些吃的 和日用品 给张宇和寄东西的 是她的母亲 钱茵茵的包裹的落款人 是邱铁林 谁是邱铁林 钱茵茵判定 那是邱文道 与赵铁林的合成 邱铁林还安葬了钱家人 就在离赵家宅院 不远的山坡上 狱中女囚 人人都是施家孤客 冬季又临 枯萎的树叶 勇敢地向下坠落 天地间 一片失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茵茵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茵茵